人行 公子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天门关 前面就是京城了 那公子 这里好漂亮啊 我们能不能下车停一会儿 马上就要到京城了 还是算了吧 先生 传信给家里了吗 回公子 已经传了 您放心吧 家里的护卫 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去吧 不准备了 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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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哥大哥 快走 踏步 我要回去哪儿 你现在回去就要找死 现在不行 以后再拿 不行 给我追 走 走 走 在这个地方, 这些人都可以赔在那里 少爷 孟公子 快带他走 还不走 快走 驾 驾 驾 出生了 来 锦绳 今天我们恐怕是要 死在这里了 给我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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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我们的救兵到了 少爷 李克大哥 你这伤啊 得赶紧用金疮药敷上 才不会流疤 来 小伤而已 不用这么麻烦 什么无用 脸上流疤了 就不好看了 你别信那些说书先生说的 什么男人脸上有疤 才是有勇气 那是骗小孩的 脸上没疤才好 真的不用了 你是嫌我这药效果不好 还是嫌他不干净 你放心 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不是被狗撵着跑 就是被人追着打 大伤小伤无数 全靠着金疮药才活到现在 这药绝对有效 那姑娘把药给我吧 我自己来 我帮你 真的不用了 连一课大哥 你该不会是说书先生嘴里那种 谁看见了你的脸 谁就得嫁给你的那种人吧 姑娘收下了 我不叫姑娘 我叫花不器 你可以叫我不气 这已经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了 再叫姑娘 就显得身份了 姑娘把药给我吧 你怎么会是 这一课大哥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就会挺身而出来救我 这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巧合 但如今已经是第三次了 你该不会是一直跟着我 喜欢上我了吧 我只是跟着那群劫匪 顺便救了姑娘而已 不是姑娘 是不器 你说 你当连一课这么久 救过谁三次呀 那倒没有 所以喽 我是第一个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就叫缘分 你都救过我这么多次了 我帮你敷个药有什么 男女受受不起 什么男女受受不起 你已经抱过我很多次了 看来连一课大哥 不喜欢被人家看清相貌 看来连一课大哥不喜欢被人家看清相貌 本来以为跟着莫公子就会安全一点 没想到反而连累人家被追杀 我还是别跟着他 算了 我还是别跟着他 我还是别跟着他 姑娘 你说你要进京寻亲 寻得可是七王爷 不认课 我九叔也没说明白 或许就知道吧 连一课大哥 你武功这么高 要不 你送我去京城吧 不会送你的 父亲 花父亲 我们在这儿 这儿呢 我们第一课大哥 告辞 驾 连一课大哥 驾 花父亲 母公子 你还好吧 不许 死死了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 我丢这个破碗 你连杯都不要了 什么破碗 没有它你能用热水喝吗 你看不起的东西 是我的宝贝 长得一副漂亮脸蛋 身在富贵人家 就不明白求人的心情了 你可别忘了 你是要利用我去讨好秦王爷 不错 我是连累你被刺杀 跟我外还你的 我花不期 绝不会见你的 不期 对不起 我给你道歉 是我太心急了 回去 回去我一定打一个警犯 我给你 好不好 不稀罕 不期 我们马上就要到秦城了 你马上就要成为郡主了 你就管我回去吧 少爷 公子 少爷 公子 少爷 母公子 起开 公子 你怎么样了 我尽管你 我们家少爷要有什么不测 我定要你成名 回府 我儿子 我丑云 我尽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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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你生了 不为你生了 你可 jack 去死吧 莲衣克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在棺道上公然强奸 倘若现在术初就情有 我便可饶你们 兄弟们 怕什么 他就一个人 我们先杀了他再抢东西 快走 赶紧走 赶紧走 出去吧 你们几个给我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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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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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酒 我的米 给我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你 真的 真的是银河 那链银银肯定就是坏人了 那么多人待一个 不要练他 你 别依靠还有帮小 杀了他 我的话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要 不要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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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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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像风雨 啊 啊 啊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啊 我的样子不好看吗 至于走这么快吗 还什么都没撩到呢 九叔 你回来了 九叔你 你好多了 哎呀 回程团的药效真是不反啊 九叔的身体已经暂时恢复了 咱们现在就启程去京城 哎呀 九叔 别急别急 我已经找到进京的门路了 再过两天 我们就可以搭别人的马车进京城了 傻丫头 包马车的钱 九叔还是有的 事到如今哪 有些事九叔要告诉你 好 你们果然还是找来了 你倒是会躲 只不过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明月山庄要的东西 向来没有得不到的 杀了他们 走 走 救出我 走 走 好 走 走 走 哪有 走 走 m 不信 你先走 我来挡住他们 你先走 快走 小心 不信 你先走 我来挡住他们 快走 小心 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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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 你一定要活下去 千万别被他们抓到 你拿这套锅 去京城南下方星园当国 找朱先生 到时候把套锅交给他们 记住 南下方星园当国的朱先生 其他任何人 你都不能给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上 不认为 你快走啊 父亲快走啊 父亲快走 救死我 救死我 快 跑 追 快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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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叔 对不起 我去不了京城了 杀了他 正叔 我来陪你 快 幸亏我赶来得及时 要不然姑娘成了崖下主人 你杀了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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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脱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被老夫人射了的人在哪儿 在 在后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你们干什么呀 吓死人哪 走路怎么都没事啊 小姐 这么晚你要去哪儿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后院有些东西没拿 反正也睡不着 你就顺便去拿一下 那我们陪你去拿吧 不用了 东西又不多 小姐不用客气 服侍小姐是我们做奴婢的本分 小姐就不要推辞了 要不然老爷知道我们怠慢了小姐 一定会惩罚我们的 那好吧 那好吧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 有刺嘎 你们都给我上 抓住联谊课有赏 这 这 你 来 这 跟这么近 难道林老爷知道我想跑 得想个办法摆脱他们才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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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 多谢 奋斗追 别让李克跑了 诺 李克 快走 天哪儿 越烂我越容易倒霸 他 快走 我们知道他 我 救命 阿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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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还是不敢杀人 不能为你报仇 你可别怪我 阿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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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你在下面太寂寞了 下去 陪你了 你们都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 你们放心 我会好好活下去的 我一定会去京城 找到朱先生 阿皇再见 我一定会去京城 啊 这是細澳 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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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过来帮我把伤 把伤包裹一下 我不杀你 你既然跟连衣客没有关系 我巴不得你伤重不治 你还想让我替你裹伤 过来 我保证在你没跑出屋之前 就能杀了你 小丫头 你要是想给小爷陪葬了吗 你就喊 我不喊你 别杀我 你也算救了小爷一次 我不会杀你的 我只是想找你帮帮忙 替我把伤口裹一下 我很快就会离开 不会恋恋你的 把床单死了 直接拆 我肚子饿了 有没有什么吃的 我肚子饿了 我肚子饿了 屋外有红薯 我给你拿几个去 快去快回 别耍什么花招 来人 抓紧呀 有紧呀 来人 快点 抓紧呀 快 抓紧呀 谁在这儿呢 好你个昏眼熙的丫头 快来 臭丫头 臭丫头 出卖小爷 出卖小爷 快 后院 人在后院呢 快点 这边 这边 这 你们到那边看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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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搜紧细了 抓不到人啊 你们失败 来人啊 谁钻狗洞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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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谁钻狗洞跑了 谁要钻狗洞跑了 快过来 快点 他钻狗洞跑了 他钻狗洞跑了 臭丫头 你死定了 他钻狗洞跑了 小爷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他钻狗洞跑了 快快快 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可见到那贼人 有有有 他钻狗洞跑了 快追 肯定跑不远 围着窗外给我仔细搜 快到那边 给我追 跑了 欺贱皇上 据探子传来的消息 叛军已驻扎在 俊柳州实力之拥的位置 好 让东平郡王做好准备 这一次 朕要让叛贼有来无回 诺 平儿 把花不弃戴上 皇上 不好了 东平郡王和他的手下 趁秦将军不注意 东的马匹从南门逃走了 什么 竹八爷还在朕的手上 他就赶跑 好一个东平郡王 好一个连衣客 朕本以为你好称侠义 不会扔下这个老头苟且偷生 没想到 你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传旨 东平郡王临阵脱逃 杀无赦 诺 白卿 把朱八爷杀了 再将他的尸首挂在城头 我要让那些叛贼好好地看一看 背叛朕是什么下场 臣遵旨 是 皇上 不如再传信让叛贼们知道 因为东平郡王临阵脱逃 五十之后你会将花不弃给处死 臣妾相信叛贼东方时 肯定会着急地来救花不弃 到时我军已易待劳 一定大破叛军 是不是把我抽的 抽 轻点 轻点 大法 周老太爷 虾老太爷 东平郡王临阵脱逃 皇上 现在就有你的脑袋 对不住了 跪下 白大人 您离这么近 我骂血溅于衣服上 容易沾染上不干净的东西 不吉利 我们朝年砍人的脑袋 杀戏中 您可不一样 您可不一样 本官一身正气 何惧那些鬼魅之物 行了 快行刑吧 皇上还等着呢 老头子 先走一步啦 白大人 行刑完毕 请您验尸 不必了 按皇上吩咐 诺 把他挂在城墙上 诺 前方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东莫氏出发了吗 着火啦 着火啦 文青美美 玉宝哥 外面的士兵已经都被我打晕了 我现在开锁把你救出去 好 我帮你解锁 快把这个换上 快穿上 快 皇帝 皇帝御驾亲征又死守柳州 柳州必是重兵防守 现在和他们硬碰硬 并分明智之举 我们这次只做阳工 消耗他们的耐心 布下陷阱 等他们自投罗网 殿下 军营西南角落发生火情 来人哪 甩 快 来了 甩 快 快 在这 快 快 甩着打腿 快 快 走 猪丫头 立刻封锁军营 派人去找猪丫头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 诺 还有 派人去查木若飞和云郎 他们现在是否还在吴家镇 诺 走 云表哥 你不该来救我的 我不想连累你 你说什么傻话 我知道东方蛇把你抓过来了 你根本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你尽量跟着我 我现在把你救出去 可是万一被东方蛇发现了呢 不急 你放心 他派我和表哥去镇守吴家镇 他根本不知道我过来了 而且我在军营中以自己的心腹 他不会发现的 事火没有多久 他们逃不了多远 立刻仔仔细细地给我搜 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猪丫头 殿下 说 殿下 前方最新传来的消息 东庭郡王带人从柳州南门 私自逃走 皇帝已经下令 杀了祝福老太爷 陈玉桃走了 消息可属实 属实 是白剑飞传来的密报 而且是他亲自奸斩 朱老太爷的尸首 已经被悬挂在城墙之上 白剑飞还说 说什么 说城墙之上 还绑着一个女子 说是朱姑娘 皇帝已经下令 将在武时之后 斩首朱姑娘 难道他们在放火之前 劫走了朱丫头 殿下 小心这是个圈套 白剑飞说 城前这那女子 根本无法看清相貌 神行和朱姑娘 只有七八成相似而已 好 命令将军派人去追击陈玉 不能让她逃了 我会带几个兵到柳州城墙边看看 确认那个人是否是朱丫头 还有 把小虾带到城前边与我会合 诺 属下这就去安排 朱姑娘好像出事了 小姐怎么了 皇帝好像抓了朱姑娘 并且在武时之后 将朱姑娘斩首于柳州城 小虾姑娘 小虾 小虾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 李 少爷 是东方石的人 看来还是躲不过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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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叛贼还是有几分胆量的 这么几个人就敢来掠阵 皇帝 按备份我应该叫你一声王叔 但这些年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做了不该做的位置 现在你应该还回来了吧 放肆 你污蔑先帝弑兄夺位 竟还勾结外族侵犯我边境 你还有脸说这句话 今日你若投降 朕可留你个全尸 战场上已成败论英雄 你已捉丫头引我过来 此种行径也非帝王所为 好 朕今天就让你亲眼看一看 她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 朕将军 朕将军 护驾 放箭 快放箭 驾 鸭 鸭 皇爹 我乃真龙之身 万箭之中也能全身而退 我有天神庇佑 你射不死我 我必破京城取你性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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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要不要追 算了 城外都已经被敌军占领 他们这么几个人就来掠阵 必顶留有后手 不要让将士白白送死 还是等打探好情况 再说吧 诺 快 小夏 干吗 小夏 不要动 我们马上就可以逃出去了 我要去见小夏 你别出去 不行 我要去看到到底怎么了 云表哥 你先走吧 不气 我好不容易把你带出来 就是想救你出去 小夏只不过是个丫鬟而已 难道你要为了他放弃逃出去的机会吗 他不只是个丫鬟 他是我信任的人 我不能丢下他 岳表哥 对不起了 不气 站住 你不能进 住不住 让他进来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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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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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不是你害小夏受伤的 皇帝让人假扮你引诱我过去 他为了救你而受伤 我裁他的回来的 小夏 对不起 小姐 爹 你没事就好 我能 见景远处吗 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 我让你们俩见最后一面 等等 最后一面 什么意思 什么最后一面 主要他 他受的伤太重了 你不是神医吗 多重的伤你都能知道 我求求你 救救小夏 我求求你 救救小夏 爸 我是神医 不是神仙 我救不了他 好好陪他吧 他没剩多少时间了 来人 把原宠带过来 诺 好好照顾住丫头 有任何问题 立刻向我回报 诺 李将军抓到陈豫了吗 殿下 他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我领兵去看看 小姐 小姐 姐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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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不得了 好啊 小夏 你别吓我 对不起 为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半夜翻墙骚扰你 是我不会说话惹你生气 你放心 你又再也不会了 对不起 我要保护小姐 所以那时候我不能答应你 我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 你又没有生气 我喜欢你 小姐 小姐 你不会有事 我 我等着你有柳条揍我呢 疼吗 不疼 你的人不疼 小姐 小姐 袁冲 我想问多你一件事 行 你说 一百天我以为你 我放心不下小姐 你帮我继续帮我她 别让她被 别人欺负我 小姐 我带你 小姐 小姐 你 小姐 小姐 你 于 张卿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上次你被大火烧死 我还伤心了很久 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 以为少了一个好对手 如你所愿 我还没死呢 你没死 可惜朱老太爷却因为你而死了 我过来的时候经过柳州城墙边 他的尸首正被挂在城墙边上 想不到连长卿这样子的人 都会为了替自己保命 而罔顾他人的性命 朱丫头还说连一刻如何如何地狭义 要是他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很伤心 肯定会对你很失望 早知道会被你带兵拦住 不如在城墙下和你堂堂真正地打一场 不如在城墙下和你堂堂真正地打一场 好 动手吧 就算你要杀我 也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好 我们今天就来鄙视鄙视 你们都退下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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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想让世人戳住我的脊梁 我再罢一次吗 少爷 自古良心择目而弃 贤臣择主而始 是皇帝对你不忠不义在先 你现在还看不透吗 阿姨 你要是再不出罪 你休闻我对你无所谓 少爷 对不起了 臣王孙 我家少爷是七王爷之子 名正言顺的皇室后人 他如果归顺于你 他日那些王爷王孙们 肯定会纷纷投靠于你 投降吧 少爷 是 少爷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韩恩统领说得没错 他是为你好 而忠祐你的确可以为我 省下不少事情 臣月 不如这样吧 你归顺于我 我封你为王 等这场仗打完以后 你想选哪一块地做封地都成 忠权不施二主 我绝不会屈服于你 怎么堂堂一个联衣客 也是一个鱼木脑袋呢 皇帝让你带这么些人 来对付我数万大军 就是让你来送死的 我告诉你 我可没有多少耐心 你是想还是不想 少爷 追皇 追皇 投降吧 皇上不值得你为他尽忠 你们 对了 猪丫头和原虫正在我的军营里头做客 你若是替我打天下 我就更有理由阻止老爷子 带猪丫头去祭天了 你抓了不计合原虫 是啊 你若是不信 到我军营里去看看呢 你若是不信 原虫后来一直没去宫中找我 难道他和不器真的被抓了吗 想救猪丫头 就立刻跟我回营 我可以随你回去 但是你必须放了我这帮兄弟 没问题 这些人我留着也没有用 杀与不杀没有差别 我可以放了他们 你们都走吧 你们都走吧 找个地方取妻生子 从今日起 我不再是你们的主子 这天地下 也就再也没有东坯君王 少爷 我只想跟着少爷 我们也想跟着君王 骂名忧 我一任承担就可以了 你们赶紧给我走 走得越远越好 已经死了这么多兄弟 我还害死了朱老太爷 我不想害你们 如果你们此刻还当我是你们的主子 就不许维克命令 少爷 走啊 少爷 保重 少爷保重 不许维克命令 带我去见不清